太遲了 热愛 一個多月前 好農賓 柯文哲相敬如賓 我個人覺得這是忍無可忍 因為所有的資訊全部在市府 他應該把所有的資訊完全公開 在你執政的時候 你就把你的資料都公開透明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把這些資料全部拿出來 今天有這些事情嘛 不到一個月後 好農賓 柯文哲隔空開槓 熱起好農賓與前市府團隊聚餐 對於連日來柯市府 一邊查幣一邊質疑前朝的態度 相當不滿 甚至表示未來會積極回應 不再對柯文哲 溫良公減讓 一連串BOT爭議案 好農賓和前市府團隊 紛紛被檢討控訴 他認為很多事情 該再度查證的 柯市府沒有做到 就怕讓前市府官員背黑鍋 好農賓往後 將一一澄清反擊 市長來說就是他上任之後 都在解決一些 之前留下來的一些問題 那市長也都是針對這些個案 這些問題在解決 好 市長也好 都應該對外分別做一些 比較明確的一些說明 把一些來龍去脈 講得很清楚 有時候柯文哲講話 不要跟他太認真啦 那你認真你就輸了嘛 市府後浪推前浪 前浪不願死在沙灘上 前後任台北市長豆法 好農賓巨當乖乖排 但柯文哲又是獅子 又是大象 也很強硬 可好較勁 你好 我不好 記者王英俊华緣 財訪報導 看我 你 真的 好